客人坐下從溝通到減法不到十分鐘 就搞定價錢也只要一百塊 前幾年快速串起的百元減法 快速便宜 隨著通膨物價飆漲 南部很多店面還是維持一百元 一整天的人數有到達可能 可能幾位這樣子 對 就是可以薄利多少 他不洗頭嘛 時間就少很多了嘛 我覺得他一定有利潤 不然他們不會維持那麼久 百元減法利潤在哪裡 有網友揭露百元減法 薄利多銷 能月賺六十萬元 不過實際換算要月入六十萬 得工作三十天不休息 一天月賺兩萬元 得減兩百顆頭 以一天工作八小時 平均一人只能減兩分多鐘 可能嗎 百元減法業者說以正常一間店 會聘請兩到三位設計師 一天約可減三十位顧客 月賺二十萬 扣掉房租水電三萬 月營收大概十四到十七萬元 由於門檻技術低 三十萬元就能開店 在三十萬以內 基本上就可以開一間了 沒有說 因為百元也不會 這麼吃裝潢啊 百元立法競爭激烈 市面上連鎖店到哪都有 甚至已經是一百二十一百五十元起跳 為了多賺點 有的還有燃燙服務 販售護法產品 就是要跟別人平不同 百元快減電 賺速度財 減法技術 服務也不能太差 生意才能做得長久 三立型王企超 陳雲蘭高雄報導